轻轻切过你手水的脸孔 梦到了什么 最喜欢这样的时候 什么事都不做 《黑猫牛奶》它是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 在录制的时候我觉得它的节奏是让我比较难以控制的 因为它的那个音符比较跳远 所以然后老师一直在抠这个东西让我想死心里多有 所以就是非常的难以掌控的时候跳跃的音乐 客服就是老师一遍遍的陪着我一遍遍的把这个节奏一直卡队 Sama对我来说的挑战最大应该是情感吧 他因为是对夏末唱一首情歌 所以他希望我所传递出的情感是有爱意的 和温暖和能够吸引夏末的心情的一首音乐 因为有你在我才学会去爱 我觉得李维田老师还是一个比较严格和比较 比较做事情还是比较严谨的一个人 因为就像我们在演唱歌曲的时候 他希望我做到的是非常尽善尽美的 像一个专业歌手一样 所以在合作过程中 虽然辛苦但是也学习到很多东西 全市的时候心里想着一些开心的事情 然后想着在戏里面和戏里面的那只黑猫和那只白猫 还有和小陈和夏末一起调动的画面 然后去演唱这首歌曲会传适的比较有那个感觉 守护着你就算拥挤 像个放电眼神应该是眨一下眼睛嘛 就有我们有在剧里面有拍摄这个画面 就是我弹这首歌然后像个在旁边听 我就一直看了它然后就在眨一个眼睛 没有你在我才学会去爱 世界上只要你 《泡沫之下》是一部大家充满回忆的小说和剧集 然后我希望我们的新版《泡沫之下》能够给大家带来新鲜感和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在看《新版《泡沫之下》的时候能够找到很多共鸣点 也希望大家能够用更好的方式去爱自己爱的人 因为有你在我才期待未来 你的爱是变大海包容我的不安 因为有你在我才想要去爱